大家好,这里是乡村你我他 中州民政水野一千多年的历史 南北朝后卫时期只是一个小村庄 名叫千口野 后卫552年 谷业高龙之在此古风饮水 借猪泉水利也练锻造兵器和农具 不更名水野公元一二一九年 水野改为浦岩县 并同时修建城墙 因为当时条件的限制 建造了只是一座浦城 清朝夏丰家 一九公园一百六一年 水谷城都已冲建 我原来的土城就加了十城 工程用了十年时间 水谷城有沙价厂 城墙高 沙价九层 城墙跨 沙价 那不沉 五百一米 东西跨七百一米 重炸的一米二斤 等六百五左右 沙价的工程 大多数是抓石结构 或者吐石结构 在全国小蒙之洋 全国采用石头内心的成价 只有河纳压水和河纳的熊压工程 河纳 schnell 的河纳压工程 んと passages 古城的地形正好成金龟碳水状 城内为龟生 北关为龟首 南关为龟尾 还有西关西甲 宋城街和小冬关 正好为金龟的四肢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就是 古城水野北关的这个龟首山 就在我的身后 当地的百姓都叫它别克尔山 还有一座非常奇特的桥 恰似金龟之首 引进向河边引水之状 不取名金龟碳水 现在这里已经建设成一处 非常不错的旅游景区 很适宜休闲健身和观光 但是很少有人知道 朋友们如果有时间 可以来这看看 很不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了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